在确定了大汉和乌孙关系稳固之后 解忧公主选择回归故土 对 解忧公主的一生啊 真的是非常传奇 你看她红颜离家 好守归来 再见故乡的时候 也是两并斑白 攻城之后选择身退 她上述汉宣帝 说也年老土寺 愿得归海谷葬汉帝 解忧公主最后回到故乡 也葬在了故乡 她的故事 至今千古流传 每每都来依然令人动容 对 《玄泉汉检》当中 有没有记录下 解忧公主回长安的信息呢 有的 在《玄泉汉检》当中 记得了甘露三年十月星亥 丞相叔王鹏 护乌孙公主及将军 贵人从者到上 船车马为家二费遥传 有请照 这条件是一封的传信 要求从长安以西的第一站开始 沿途的各一站 都要按律 为吴松公主将军夫人 从者等一群人 提供师宿和要求 解忧公主冯夫人 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女性在历史进程当中的 智慧力量与贡献